嗨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泰克前言 自行车 摩托车 电动车大家都见得多了 没什么新奇的 可一个需要充气的电动自行车摆在你面前 你可能就要惊讶了 当然我们说的可不是给车轮充气 而是在正常的状态下这辆自行车是扁片的 当充气以后 这辆自行车就从2D变成了3D 你说这设计有没有创意 这辆叫做Poimo的短途电动自行车就是靠着气体完成变形的 目前就算是最小的折叠电动自行车 它也没有办法放进包里 Poimo就能够做到 这个家伙全身都是TPU材质 就是和充气床一个材料 甚至连车轮和座椅都是充气的 只要5分钟它就能够变身一辆代步车 车身还是软软的 骑起来特别的舒服 因为经过精确的测算 充气以后的Poimo完全能够承受一个成年人的重量 而且你别看这玩意儿是充气的 但是它的时速也能够达到15公里 充满一次电能够跑90分钟 Poimo主要就是针对短途代步的人群 有了这个东西 公司里 商场 地铁站 或者是其他任何需要你步行的地方都能够骑 节省体力 节省时间 提高效率 怎么样 这个东西是不是很棒 好了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下期见